今,九日上午,广东生体育局在教庆举行广东上群众体育先进单位,和先进个人总结表彰大会。 东莞是教育职,东莞是外科城市发展有限公司,被授予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,杜丰中国南南南队主教练,广东宏远南南总教练,李泽东莞是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,方卫明东莞是篮球协会名誉会长,牛峰美东莞是维码跑步协会执行会长,被授予群众体育先进个人称号,接受荣誉之鱼,杜丰依然没有忘记本职工作, 他前往南南比赛现场,观看了今日贾祖东馆73比67败广州的关键移义,之后回到下塔酒店,与体育局一对一对话,从沈运会谈到中国南南南对职交感悟,并重点提及了任军飞,周占东两位红远球员的表现,获平先进更敢责任种,非常感谢各级领导的肯定,授予我这项荣誉,但我想说, 这是所有体育工作者集体,是东莞这座城市的荣誉,接下来我会继续为全民健身工作投入经历,就我所见,东莞体育各个方面都很不错,群众不只爱篮球,羽毛球,游泳,前进热度都很高,篮球有势连赛的基层支撑,普及带动效果非常好, 现在国家对体育非常重视,给基层体育工作者,在沈运会这样的活动中玩笑,可以看出非常重视,作为我们,更多的还是责任,沈运会直观影响,在沈运会现场,我觉得这项赛事非常成功,体现在很多细节方面,开幕式的表演就相当成功,结束后观众们也都自觉带走了垃圾, 我参加过奥运会,亚运会,全运会,整体感觉很不错,看了南篮的比赛,最大感触就是现在的球员很幸福,场地各方面条件都很棒,地板都是新化的,空调很俗,可以更加专注比赛,期待大家取得优异成绩,因为年轻人不断进步, 蓝队刚刚打完吉林梅合口战的四国赛,出,三战全胜拿到冠军,比赛之后当第一位领导告诉我,都知道,说实话你们来之前,我都不知道吴钱上途是谁,真没想到他打得这么好,中国篮球真的不缺人才啊,这个观点让我很有感触,去年开始的双国家队,给了很多在联赛中出场,不多的年轻队员机会, 从开始的默默无闻,到经过努力一点一滴进步,他们真的成长很明显,像这样的反馈,对我是很大的鼓舞,他们表现好,我心里的幸运和开心,喜悦,甚至比他们自己还多,证明我们这两年的努力没有白白付出,见证任俊飞成长, 现在的蓝队,除了一剑连,还有周鹏,任俊飞,胡宁轩,以及周湛东这几位红远球员,周鹏大家很了解,胡宁轩刚打过一个赛地CBA,在国家队进步也很快,任俊飞的提升可以说最大,他刚刚拿到了国家队比赛,单场28分出,对阵在尔维亚,很不容易, 我在红远做队员,打球的时候,就非常认可他,后来做教练对他也是重点培养,可能因为要求比较高,有一个阶段,他不是很理解我的要求,甚至有过情绪,但现在,我给他提任何要求,他都是幸福的,为什么? 因为这两年在国家队,他的提升非常非常快,他也知道,那么我的建议都是有益的,2016到2017赛季,任俊飞在CBA的出场时间和效率到了一个新高,但上赛季有所回落,这都是正常的,就像今年夏天到国家队,从海外拉链到中一队抗赛,再到美和口战四国在,则有起伏,有问题就去改变, 再获得提升,我相信他可以更好,基于周湛东信任,周湛东之前没有进过国家队,这次美和口战比赛,于德豪,高尚,周鹏,高诗言,陶汉林,克兰白克都打不了,我们决定增补他和阿尔斯兰进队,可能有不小的争议,但周湛东证明了自己,第一场得到12分,第三场9分,整体非常不错, 之前几个赛季CBA带队,我对周湛东比较了解,相信有球迷还记得,当时我就对他说过,要把自己当杂草,因为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特点,杂草不如鲜花好看漂亮,但生命力顽强,做好自己,自然而然会证明价值,让别人认可, 说实话,这次的国家队,周湛东也有压力,但,我告诉他,我相信你,只要你按照要求去做,可以证明自己没问题,大家都知道,周湛东防守很硬朗, 比如有一场比赛大家都应该记得,对北京,他防守马布里非常成功,教练员一定要找到球员最好的优势,然后放大,希望在国家队,周湛东可以生活更多,获取CBA秀赛期,红远,蓝蓝备战,实施动态,摆拳左鼠,灯管日报,文字来源, 王晨征,内容编辑,王晨征